由中华小品盆景协会主办的第七届第二次小品盆栽亚风展 在竹北中伦理集会所隆重登场 一共展出130件精美的盆景作品 再次打破历劫记录 完美呈现艺术与生活交融的独特美丽 我们现在是固定制每年的比赛 就是今年是在我们竹北在举办 做这个树是很不容易的 它是以岁月去种植 去模仿大自然的风景 一样做那个大树一样 就给民众这样给欣赏 主办单位表示 这次展览不仅仅是一个展示盆栽艺术的平台 更是一个促进文化交流 和提升社会艺术素养的奇迹 希望让更多人了解 并且喜欢上盆栽艺术 从而推动台湾盆栽文化的发展 所以说每一年这个比赛呢 这个展览呢 都会聚集全台湾就是所有盆栽的同好者 然后一起来聚集在不同 每一年都会有不同的县市来举办 然后聚集一起来 大家来交流这样子 小品盆栽因为我们都市 很多人住的地方小 那空间也小 所以渐渐渐渐不是渐渐 应该是最好的花扬 我们盆栽的文化的最基础 这次除了邀请多位国际知名的盆栽艺术家 前来参展 也利用网路平台进行直播 让无法清零现场的观众 也可以线上欣赏到这些精美盆栽作品 推动盆栽文化国际化 网路化和年轻化 记者陈文旭新竹采访报导 欢迎认评伙!